俄罗斯又一次突破西方化的红线 乌克兰是不是刻意被牺牲的棋子 要看这个回合之后 美俄如何下完这一盘棋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罗小飞 2月24日 就在普京发出讨伐乌克兰政府的战斗 习文之后一天 俄军果断对乌克兰境内重要目标开始打击 这个打击的突然性还有这个猛烈性 让人感觉非常类似当年美国打击伊拉克和南联盟 如果说在此前一天 美国还犹犹豫豫的要不要把俄军进入乌克兰这个事 认定为入侵 这次俄军的行动都是明确的告诉美国 别琢磨了 俄军的指向就是整个乌克兰 泽连斯基马上就跟拜登通了电话 拜登也表示要跟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 不过我想拜登说的那些站在一起的乌克兰人民 一定是已经离开乌克兰的 因为他说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让美军去支援泽连斯基 当然北约也说了 乌克兰就是北约最重要的好哥们 但是我们北约是讲道理讲原则的 既然乌克兰不是北约国家 那说不帮忙出手就不帮忙出手 这是规矩 所以现在泽连斯基发现了要孤军奋战 然后台湾马上就有人开始瑟瑟发抖 感觉到乌克兰有可能是被蓄意牺牲的 网上有人说台湾有事的时候 美军肯定更不会帮忙 所以现在要赶紧把义勇金进行曲 练熟多唱几点 我看某个大陆的著名平台直播结束的时候 大陆网友的告别语也是满满的弹幕台北见 对美国来讲俄罗斯控制东部两个州 跟乌克兰保持紧张对峙 但是别打起来也许才是最佳结局 但是这回俄罗斯这么大手笔 美国坚持按兵不动 就一定会让很多人觉得美国不敢拼命 美国的霸主形象就难以维持 这种结局恐怕美国也不乐意 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后续发展 美国能不能够尽量的用一些招数去止损 以及俄罗斯的短期战果能否转化成为长期的利益 首先美国和北约一直坚决表态 不能够直接出兵 这次算是言而有信 为什么 因为乌克兰毕竟只是美国和北约往前拱的小卒子 而且没有加入北约算是体制外的 损失了也只是北约东扩过程中受阻 往前拱一下没成功 如果美国在以后几天反应迅速的话 当前的局势被利用了还能换事变好事 举个例子吧 美国有可能通过舆论工具在国际社会继续去孤立俄罗斯 告诉乌克兰周边国家 北约的保护有多么重要 如果没有美国和北约 你们就是下一个乌克兰 不仅在东欧 面对这么一个局势 西欧国家也必然会跟俄罗斯加剧矛盾 那么美国也可以顺理成章 用俄罗斯威胁论 要求所有北约成员多掏银子增加军费 否则你们的银行卡可能被普京盗刷 我可以给你们一个安全账号 保证你们的资金安全 这么看来 让俄罗斯杀一只别人家的鸡 美国吓唬一群猴 美国好像也不是很亏 至于说俄罗斯呢 他们肯定也会有所举动 因为他们已经开始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压力 毕竟乌克兰也是联合国成员国 美国随便打一个国家 俄罗斯也随便打一个国家 那联合国的权威就会严重受损 那么联合国的权威如果严重受损 特别是安理会权威受损的话 五个常任理事国的身份都会损失含金量 这么一来的话 俄罗斯多多少少也必须给联合国留点面子 所以呢 现在俄罗斯的应对方法是 宣称不会贪图乌克兰领土 绝不针对乌克兰人民 而是要精确打击乌克兰军队内的新纳粹势力 并且强调是北约出尔反尔 把乌克兰推进了火坑 泽连斯基现在要想好了 现在就可以谈 所以又是打击新纳粹 又是不把乌克兰领土吞并进俄罗斯版图 那在联合国面前也说得过去 这有点类似现在的车臣 经过两次与俄罗斯的车臣战争之后 车臣现任总统对俄罗斯那可是相当的热情 当然 说了这些都只是猜测 未来的事情 谁也没法保证就一定猜得准 今天的事情只是第一回合 再往后我们还会看到围绕乌克兰 美俄双方更多的博弈 而且这次冲突 必定会给我们留下太多值得分析的素材 包括国际政治博弈方面 双方的组织和战术水平方面 武器装备的战场适用性方面 新闻舆论的管控和利用方面等等 面对这么多要素 我们应该加以去利用 特别是那些真正的军事学者 应该能够写出很多本好书 好 关于乌克兰危机的后续发展 我们今天做一个简单的展望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 我们下期再谈